美国计划全盘泡汤,中国痛打落水狗,菲律宾肠子毁清了。各国间的关系日益复杂。长时间以来,发生了许多令人困惑的事情,但随着新消息的出现,事情的轮廓逐渐明朗。 最新的三则消息说起,美国、日本和澳大利亚被意外的摒弃。8月5日,菲律宾突然组织了一次物资运送行动,但遭到了拦截,引发了一系列的国际关注和反应。随后美国声称与菲律宾有共同的防御条约。 在这时候,美国、日本和澳大利亚表示要支持菲律宾,并宣布于8月23日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。日本准备派遣其最大的军舰出云号,美国派出了美国号两栖攻击舰,而澳大利亚则派出了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些舰船均为小型航母,可以起降F-35B战机。尽管美国在之前的大规模演习2023中宣布有六个航母编队参与,但实际上只有两个真正参与,其他四个是虚拟编队。 这也反映了美国现有的舰队情况。令人意外的是,菲律宾突然表示不参加此次联合军演,理由是没有合适的舰艇。 这让之前表示支持的美国、日本和澳大利亚处于尴尬的境地。 总的来说,菲律宾此次的突然之举,对美、日、澳三国无疑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。 乌克兰突然传出列兹尼科夫准备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,并得到他本人的确认。 这一动态颇为意外。还记得去年俄乌开战之前的两周吗? 那时我曾提到他们之间可能会有问题。 列兹尼科夫的就任国防部长颇为不寻常,他之前的职务是乌克兰副总理,而在此前,他是一名律师。 律师变身副总理,在主动降级成国防部长,这种情况本身就引人猜想。 事实上,列兹尼科夫上任后,俄乌的军事关系迅速紧张,终于在去年2月24日爆发战争。 至于列兹尼科夫为何辞职?他表示,自己并无长期在政府中工作的野心,但真正相信他说的话的人可能并不多。 为什么这样说呢? 最近几家美国媒体报道,乌克兰在夏季的反攻并无进展,与俄乌和谈也看似无望。 这让美国及拜登政府处于尴尬的境地,深感后悔。 按照Politico的报道,如果当初听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的建议,情况或许不至于如此。 米利去年11月在纽约经济俱乐部表示,乌克兰可能在军事上无法取胜,建议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和谈,甚至用土地换和平。 实际上,早在去年5月,马克龙也有过相似的提议,并与德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国家探讨,但被乌克兰方面强烈反对。 Politico还指出,乌克兰对米利的提议反应强烈,导致和谈无果。 但华盛顿邮报认为,问题不仅仅在乌克兰,去年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都提醒不要对乌克兰的反攻报有太高期望,但拜登团队过于乐观,坚信乌克兰可以成功反攻。 事实上,拜登和他的团队一直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。 我曾提及,2016年,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批评拜登团队对实际情况了解甚少,但自信满满,经常做出错误决策。 目前,华盛顿邮报报道,白宫充满了悲观情绪。 与俄罗斯谈判意味着承认失败,但不谈又该如何是好。 从这些动态可以看出,乌克兰最近的消息,列兹尼科夫或许要辞职,很可能与美国的态度有关。 为了2024年的连任,拜登和他的团队可能会让乌克兰承担更多责任,而列兹尼科夫恐怕首当其冲。 看了上面的信息,你可能会疑惑,为什么说这些看似不连贯的事件,其实给了我们之前一些不明确的事件的线索? 请让我详细解释。 首先,让我们回顾今年极其比较让人费解的事情。 菲律宾突然的对抗行为和沙特禁弃的和平峰会都是其中。 现在,我们只讨论这两件事,因为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时间点。 你还记得沙特的吉达峰会是在什么时候吗? 它在8月5日开始,6日结束,而菲律宾的行动也是在8月5日。 这种时间上的重合真的是巧合吗? 我们再回到1999年。 当时,菲律宾的一艘船在仁爱交割浅。 而就在前一天,美国轰炸了我们的大使馆。 这种时间上的重合也是巧合吗? 有些事情,如果时间上重合,那么它们很可能不是巧合,而是事先策划的再看8月5日的吉达峰会,这次会议的安排却是奇怪。 它由美国背后推动,但只邀请了乌克兰,却没有俄罗斯。 对比历史上的其他类似会议,如维也纳和会和巴黎和会,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点。 但关于乌克兰的反攻和沙特的会议筹备时间都明显不够。 所以,这背后肯定有其他原因。 最近的美国媒体报道显示,尽管军方和情报部门都认为乌克兰无法成功反攻,但美国政府仍然非常乐观。 从这些线索中,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一些事情的真相。 在这段时间里,拜登的政府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失败。 简而言之,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多次建议乌克兰和俄罗斯和谈,但拜登政府坚信乌克兰能成功反攻。 这种过度的自信可能是基于乌克兰方面的误导信息。 现在,通过回顾这些事件,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清晰的大局。 怎么计划的呢? 推测他们在乌克兰反攻之前已经与沙特取得联系,希望其主办一次峰会。 为何选择沙特作为主办方? 看过金庸小说的都知道,神雕侠侣和天龙八部中的英雄大会并不是主办方没能力自己办,而是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增加影响力。 美国自己也能主办,但可能参与的国家会减少,而大家一起参与会更有分量。 想象一下,乌克兰反攻取得胜利,全世界都会震惊。 美国以胜者的姿态出现,其影响力会非常巨大。 美国的话语权也会提升,与会国家可能会更加听从其意见。 但拜登的团队的策略实在是精明。 他们似乎为我们不下了陷阱。 当某些事情太过巧合时,很可能是有人在背后操纵。 为何菲律宾会在峰会当天派船前往仁爱礁? 美国为何这么希望沙特主办会议? 或许他们认为我们会给予沙特足够的面子并参加。 他们可能一边展示胜者风范,一边针对我们发起攻击。 如果文件将来揭露了真相,那拜登和他的团队真的是策略高手,但手段也非常狡猾。 不过,他们的计划有一个大前提,那就是乌克兰能成功反攻。 如果失败了,他们会如何应对? 历史上总有些人智慧非凡,策划周到,但一旦犯错,往往是致命的。 这就是所谓的历令致婚。 看来,拜登和他的团队就是这样的人。 华盛顿邮报近期的报道揭示了美国对乌克兰反攻的误判,他们未预料到反攻可能失败。 本来完全是按照乌克兰能够取得大胜的预期去准备的。 现在,白宫的官员都在困惑地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做,整体氛围也充满了悲观。 在乌克兰的反攻战场上,情况远超出美国和乌克兰的预期。 例如,之前被大肆宣传的德国鲍尔坦克在战场上遭遇了各种意外,如爆炸、柳叶刀袭击等。 视频显示有坦克的履带被炸断,有的重弹后起火,甚至有的炮塔直接被炸废。 这使得德国人十分恼火,因为他们原本是在美国的要求下出售这些坦克,如今却在战场上受到如此损失,且成为了全世界的笑柄。 乌克兰军队伤亡严重,前线几乎无进展。 西方媒体也从最初对乌克兰的反攻持有乐观态度,到现在越来越多地报道这场反攻的失败。 关于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,尽管沙特答应了美国的峰会要求,但从他们和俄罗斯共同减少石油产量的行为可以看出,这次峰会对俄罗斯的影响其实并不大。 沙特可能只是为了给美国一个面子,而美国似乎误以为这是沙特的示好。 在南海事件中,美国鼓励菲律宾采取行动,但最后的结果是菲律宾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,因为他们按照既定计划前进,而结果却是被战略识破。 这导致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尴尬局面,即使美绕三国都表示要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,菲律宾则表示因为没有船只而无法参与。 可以预见,菲律宾今后再相信美国可能会更加谨慎。 而美国是否真的邀请了韩国和日本的首脑到戴维营,以及背后的真正目的,这还有待进一步揭示。 总的来说,这一切都似乎展现了美国的策略失败,宛如一场战略上的笑话。 有时,过于复杂的策略可能反而会伤害自己。